那所以提早金門有 把門踹壞嚴重嗎 這幾次的衝突 國民黨踹壞幾個門 當年在立法院丟內障的時候 破壞了現場說要賠錢 但現在賠了沒有 那再來就是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有關立法院的意思 如線一對不對 幽靈投票 人在中國這邊卻有辦法投票 到現在有沒有掉路影帶出來 你這個立法院院長不應該管嗎 這些事情打架的事 我們就另外再說了 光這些事情都每一件都比 黃捷提早來嚴重 你每一件事情你都不處理 你是你到底是誰的立法院長 你不要再孝雄國民黨的黨主席 輪不到你 你盡量假裝中立一點 做一個像樣的立法院長 為你的後世留一個好名聲 那門鎖沒有壞的一個鎖 到底嚴重在哪裡 沒有壞就是沒有壞 門鎖沒有自動修復模式 不會說什麼 黃捷把他打爛這個之後的話 隔一天就重新生長回來了 門所不是有機物 他是無機的 壞他就是沒有壞 那麼黃捷怎麼打開的 他也沒有找鎖匠 因為像這種簡單的喇叭鎖的話 有些時候你拿卡片這樣一戳 很容易破解 對 插進去 比較硬的紙片插進去都有機會 直接從縫隙把它打開這樣 那傅崑奇也認證說黃捷是多才多藝 這件事情 照理來講 從鮮世紀畫面就是沒有外來所降 那後面只有一個助理的這個人員 然後說也沒有被破壞 所以不知道是說韓國瑜 他到底要去查什麼 那所以整個立院裡面的話 國民黨的不斷這個造謠 還有這一雙 這黃捷跟中嘉賓就被 葉元智這個很想被罷免的男人 講說是色色 後來其實他解釋了很清楚 綠營派一男一女守著 是為了不侵犯身體界限 這個很合理 因為你有去做過抗爭 有做過社會運動 都知道警察也會派女警 男警都在線上 因為女生抬女生 男生抬男生 這樣子比較不會有性別上面的一個爭議 所以因為他們在茶水間 連通兩個會議室 二零一二零二 那所以說派有一男一女守在那邊 是怕到時候 真的有一些要去攻防 這個場面的這個時候的話 就是徐曉星可以派黃捷去擋 如果是男生來的話 獵人智來的話 可以派中嘉賓去擋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 等等你說身體界限 人家徐曉星就沒有在鎖身體界限 這個很明顯 就是徐曉星他性騷擾中嘉賓 他硬把中嘉賓的手 拉去自己的胸前面 然後貼在自己的胸口 我們昨天形容了一個 我覺得形容得蠻好 叫心砍上 心砍 拉在他的心砍上 而且他露出了很愉悅的一個表情 所以顯然就是說 國民黨他沒有辦法 去面對社會輿論的討論 想要強度觀山 結果昨天一大早的時候 去到現場發現 綠銀早就已經在現場 比你還要早 因為國民黨認為自己夠早了 所以國民黨就會發起床氣 我就已經那麼早來了 你們怎麼比我還要早 然後王文威就在那邊打 想說昨天的時候 為什麼那些基隆的群眾 都為徐小欣歡呼 沒有為我歡呼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打林楚英 鬧劇一裝 然後韓國瑜他現在完全違反議事中立 對於比較嚴重的議事人員 直接被帶走卻不講 然後對一個完全沒事的門鎖 卻故意在那邊借題發揮 原因就是韓國瑜現在露出他深藍的真面目 他知道就是說如果這個時候 他就繼續維持中立的話 那些王文威的粉絲 徐小欣的粉絲 他自己的韓粉 就會倒過來去罵他 韓國瑜怎麼都去幫綠營講話 所以韓國瑜就只好去討好這些深藍 而完全放棄了他身為立法院長 應該有了一個中立的一個職位 他的真面目已經展露無遺了 好 那講到哪個比較嚴重 因為是韓國瑜講 他說要查了 他很慎重其實要查什麼事情呢 如果是找外面的鎖匠來到立法院來開門鎖的話 非常嚴重 可是就是國民黨很厲害 為什麼民黨要調監視畫面調不到 國民黨要調馬上就公佈了 很快 我們馬上就看到他們就在大概下午的時候 就已經公佈了一段畫面 是黃傑跟一個應該是助理吧 可是是黃傑去開的那個門 那我們看 喇叭鎖完好如初沒有錯 但是韓國瑜說要查 這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先請教苦林大哥 請教一下 我們看了那麼多亂象 王鴻威打到林楚音下巴都流血了 臉都腫上了 然後他也覺得他耳朵嗡嗡嗡的 這樣嚴不嚴重 然後會議是 講說明明是在202開會 我隨便寫一張紙條 就告訴你我們要換地點了 不是很正式的公文 就是寫一個我簽簽的 也不知道是誰人畫的 嚴不嚴重 所以要講嚴重的話 還有很多事情可以拿來舉例 可是韓國瑜專門針對黃傑 韓國瑜終於露出真面目了 當然他要針對黃傑 韓國瑜跟黃傑也是有辛仇舊恨的 翻白眼之恨 對 翻白眼之後 從黃傑翻白眼的那一刻起 韓國瑜就美礦玉下 終於倒台為止 氣球消轟 然後反過來罷黃傑 又沒有霸誠 但是最重要一點就是大家 這一個壞孩子 我當過 我一直是那種好學生 所以有好學生的痛苦 因為好學生拿不到進步獎 你好是應該的 對 那像韓國瑜這種壞孩子 當年出席歷是零的 國會出席歷是零的 然後現在立法院當院長 竟然好感度很高 現在只要正常上班的話 就覺得優秀 但是現在終於露出真面目了 你說哪一個比較嚴重 黃傑做了什麼事情 提早進門 有規定幾點進立法院嗎 不然你六點就是立法院的上班時間嗎 五點半是上班時間嗎 他們可能認為不得早於韓國瑜 下午一點鐘才能進去 對啊 而且那個影片很清楚 就算你們拿出來的影片 那也是黃傑開的門 對不對 鎖匠再來什麼 在旁邊參觀 黃傑在交獨地 沒有 你乾脆說那是水電工好了 莫名其妙 所以提早進門很嚴重嗎 而且你去查 你怎麼可以說如果是鎖匠 那就很嚴重 如果不是呢 那這件事情有嚴重嗎 我好好的開門 怎麼開的我們不曉得 黃傑多彩多益 其實那個門我也會開 你們可能年紀小都沒聽過 馬蓋仙就教我們怎麼開門 我不能承認我有看過 我有看過 好 那所以提早進門有 把門踹壞嚴重嗎 這幾次的衝突 國民黨踹壞幾個門 當年在立法院丟內障的時候 破壞的現場說要賠錢 但現在賠了沒有 那再來就是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有關立法院的意識嘛 如縣一 對不對 幽靈投票 人在中國 這個 這邊卻有辦法投票 到現在有沒有掉錄影帶出來 沒有啊 對 到現在沒有查 但是卡住 對 國民黨說要掉 馬上出現 所以你哪裡是立法院的院長 你哪裡是 其實是中立的院長 這個需要院長同意嗎 調監視畫面 對啊 這當然就是他整個管理的系統 都是院長負責 所以你們要掉 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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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要掉馬上出現 兩個小時內 兩個小時內 對 差太多了 這是一個人 這是小吃 那高金素媒這件事情 非常的嚴重 剛剛朗東講得還太客氣了 如果高金素媒強制他們 那是犯強制罪 他們自己不是也去告人家嗎 對 如果高金素媒沒有強制他們 你們這些人是礦職 你應該出現在內政委員會 你通通沒有出現 你就是礦職 哪裡有隨便吃點東西 如果你因為吃了那東西 不然那你是貪污 我告訴你 不要不當一回事 所以這才是嚴重的事情 你應該來嚴重的關切 你立法院長應該來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 怎麼可以讓醫事人員不去 對不對 當然你去碰醫事人員 都是不應該的 立法院跟立法院衝突 但是你用這種方式 人家之前立法院是 我在這邊開會 醫事人員你本來就不應該離開 對不對 我在開會 你不在的話我沒辦法開 那不叫軟禁 現在是你讓這些人不來 而且你如果在那邊開會 也就算了 你沒有 你到下午才開會 這樣嚴重的事情 你韓國瑜不問 你再問一個黃姐 你是什麼意思 然後再來一點 好 這順便要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妹妹很小心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經常被人家無故檢舉 這兩個字 他不敢打 我告訴大家 各位 這兩個字不是髒字 就這樣嚇 幹 嚇 這個幹跟嚇都是罵人的意思 跟我們講的那個字 不一樣 所以這個不是髒話 以後大家直接用 我幫你幹 嚇 我幫你吵 幹 嚇 那都不是髒話 麻煩NCC的人 你也 除了中文 你也學一下台語好不好 你沒事 我就看了 我在紅色的案 招誰惹誰的 對不對 對 一個洪文綺過來罵人水茶 一個黃洪文綺過來罵貝哥哥人 對 我想說 對 我覺得你這樣講 就我們就不用貝 不用後製了 對 就是很奇怪 就是你大家意見不同 大家這樣 譬如說我們在這邊 針鋒相對也有 可是我們從來也不會 直接用髒話去罵自己的同事 對不對 這是什麼東西 你這個立法院長不應該管嗎 這些事情打架的事 我們就另外再說了 光這些事情 每一件都比黃潔提早來嚴重 你每一件事情 你都不處理 你到底是誰的立法院長 你不要再孝雄國民黨的黨主席 輪不到你 你盡量假裝中立一點 做一個像樣的立法院長 為你的後世留一個好名聲